青石几缕光阴 便是世间美味 我是舅舅 欢迎来到时光时味 今天咱们要来制作一款 晶莹剔透 清甜爽口的白糖糕 它闻上去带着发酵的味道 像是酒酿的香味 一口咬下去 富有弹性 味道清甜 首先我们在120克粘米粉中 加入125克清水 粘米粉也就是大米粉 我们将它们搅拌均匀 直到变成浓稠顺滑的状态 先将它搁在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在小奶锅中 准备150克清水 加入80克白糖 开含中火加热 直到白糖全部溶解在水中 关火将它晾凉 晾凉后 将糖水慢慢倒入 刚刚准备好的米浆中 略作搅拌 然后加入10克酵母 搅拌均匀 接着盖上盖子或者保鲜膜 让它在温暖的地方发酵2-3小时 发酵好以后 会看到表面有许多的气泡 我们将它略作搅拌 然后加入1克泡打粉 15克植物油 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在容器中 刷上植物油 底部和内壁四周都要刷上 将混合好的米浆倒入容器中 这时候 我们可以先将蒸锅中的水烧开 最后 我们在表面撒上一些黑芝麻 作为点缀 然后小心地放入蒸锅里 大火蒸至20分钟 蒸好以后 将它脱模出来 切割成您满意的大小 这款白糖糕 分布着均匀的气孔 弹性十足 带着一股酒香 是发酵形成的 我将配方帮大家总结在了屏幕上 动手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